哇,這是一個小型的食品實驗工廠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 今天的大冒險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品評室 所有的食品要上市之前都要做一個很客觀的品評 才能夠有上市和調整口味的依據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品評室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 哈囉哈囉 嫌妹啊 是 這是我們家的品評室嗎 對 妳可不可以幫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學校的品評室 受試者可以坐在各個單獨的單間裡面 所以要隔開,為什麼呢 不要讓彼此的樣品味道或是個別的討論去影響到你品評的結果 有可能看到別人的表情就影響到你自己的判斷 對 所以是這樣一間一間很像監牢 對,它有獨立的一個空間 然後還有抽氣的裝置 可以就是讓空氣做流通 上面有抽氣的裝置 是 那還有什麼東西啊 然後還有的話,我們這裡面基本配備會有水槽 那因為這裡面比較暗,我們會有白光的部分 讓你可以看清楚樣品的外貌 對,那另外還設置了紅燈 紅燈的話就可以去避免樣品之間顏色的差異會影響到品評的結果 所以每一間會設定同樣的燈光 是,它會就是 它會告訴你說你今天應該要拍紅光或白光 為了避免視覺的影響 造成口感的判斷不一樣 是 所以會有不同的光線 那為什麼要有水槽呢 可以用來做你的手部清洗或是漱口用 每次一次都要漱口一次 我記得以前有說漱口的水有固定的溫度 才能夠去除口腔中的其他剩餘氣味 我們會這麼做嗎 不一定 不一定 看實驗設計 那這樣子很像日本拉麵 日本有個什麼拉麵 是不是打開窗戶就收窄 哈哈哈哈 只是它沒有隔的這麼空 那我們能不能看一下 後面會是怎麼樣的 後面就應該是食物的自備室了 是不是 對 它就是一個一個 所以把食品啊 或者要測試的就從這裡做好之後放出去 會同時放嗎 不然食物的溫度可能會造成一些影響 對 就是等壽司者準備好之後 它可以這邊有插個色卡 如果我們在這邊去做送餐的時候 它就可以知道壽司者已經準備好了 哦 哦 還挺特別的 我們通常什麼時候會做這些食物的測試 評評測試 評評人員的授訊 或者是你今天做新產品開發之前 想要知道你的東西的試口性 對有沒有符合大眾的喜好 哦 所以這有幾格 二、四、六 六格 可以同時做六個人的評評測試 好勒好勒 嘿第一次看到評評室 原來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做樣子配置 加貨通常啊之類的 然後我們有秤 然後燈箱 所以這就是一個簡單的自備室啦 食物自備室 就是廚房有的東西大概都有 對大概都有 然後下面是烤箱 對 下面有在用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天天都有新鮮事 咱們第一次進來看一看 所謂的評評室 但是我在福大讀了四年 我從來不知道有這個地方 放開心胸 或許奇怪的東西 就在我們的身邊 好勒 站不下回憶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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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